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ATV的《個人講事》 其實警方真的很無能 查案的時候 上次E說過有踩入屋 居然搜集證據的時候就留下了一把刀 留下了一把電話 我真的難怪不出奇 為什麼經常說低破案律呢 根本就連最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好 你怎麼會有破案律呢 怎麼會有除案律呢 根本你就不做 你不做就為什麼有罪案律呢 是否代表香港一片太平呢 絕對不是啦 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 97前後香港的警察都可以變得這麼誇張呢 是否警察越來越無能呢 這件事我覺得香港人絕對要關心 不要說是警察的事 關什麼事呢 警察幫你捉賊的 你今天原來你是黃絲帶 他就不幫你捉 你他日你第二個反政府 他都可以不幫你捉 絕對不可以因為政治的態度 而做一些不公平的事 所以香港市民都有錢出糧給警察的 當然警察就說 我也有錢我也有份交稅的 你正在履行你的職責 你穿著制服你不應該這樣說話 還有警察都有上中下級的 上級的警察就是保護整個香港的憲法 遵守香港憲法 保護香港憲法不被破壞 中級的警察當然是保護香港市民 保護香港市民的財產 最低級的就是保護生命 執行職務維持治安 香港最多的是什麼呢 就是下級的警察 經常都說覺得自己保護市民生命就可以了 你都沒有死到 林依麗都沒有死 那有什麼問題呢 那兩件事隨便吧 他又沒有死到 沒有所謂 查到這麼仔細幹什麼 但是 是不是這樣的呢 就是查案是不是這樣的呢 就是說原來沒有死人就是沒有東西的了 就是整個政府態度都是這樣的 不只是警務處的 就好像那些劏房 潛建出來的 都沒有即時危險 那是不是就是代表不拆呢 沒有即時危險就是代表沒有危險呢 就是這些事情就是公務員的態度了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學屈榮妍說的 就是警察都是這樣的態度了 那絕對不是我們逼出來的 就是若果是索時之間逼出來的 就不會誇張 整個政府風氣都是這樣 是根本就蔓延了很久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回歸後已經是這樣的 董建華年代 整個政府都是這樣的 因為政府架構變得大 很簡單 任務得升職都是一個重要的 原來以前的公務員 陳方安生 即是當時有個同學就說想做政務主任 那我老師就打他了 你瘋了什麼現在做政務主任 你猜很多個陳方安生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陳方安生以前是一個AO仔 做到公務員之首 但現在呢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AO仔只是做到什麼常任秘書獎 那他就沒得升職 那大家做得那麼薄 做得那麼好做什麼 那做得錯還怎樣呢 做得錯要辭職 要道歉和全香港市民 立法會都要被人屌的 那我做得那麼辛苦做什麼呢 警察都是啦 其實警察都是這樣的心態 我做得那麼薄做什麼呢 我春職又怎樣呢 大家都會這樣想 大家都不 大家這樣做 為一份工打工 這樣的心態 大家的工就是 我做警察啦 為什麼呢 免費健身 又女生 又宿舍 多好啊 就是這樣的心態 那我為什麼這麼下力 替你查案呢 我查到大案的 那當然你說什麼毒窟 什麼幾千萬 那當然有職升 那林依麗查到百刀 那怎麼辦呢 他又未死 他死了我偵查到 那我升職而已 他又未死 我查到沒有好處 那就是全香港的警察 都是這樣的心態 那當然沒有案破 亦都不會有罪案發生 那林依麗未死 不查了 那當然沒有罪案 那黃碧雲未死 你不查了 說知道他誰恐嚇 那當然沒有罪案 那這個就是大陸的作風了 那你人都未死 不要保安住 有沒有即時生命危險 沒有說不要保安住 那警察外來做什麼呢 就是警方還說要買多些裝備 買多些的 增加多些警隊的人手 那其實很明顯 警察根本就政治打手 因為每次去一些政治集會 都是很多警察 是多過政治集會的人數 很簡單 經常說佔領中環 佔領177 我是懷疑那些警察佔領 多過那些示威者佔領 可能80個示威者 已經200個警察 那誰佔領路呢 誰塞著路呢 真是大家想想 還有那些示威者 基本上都不是說很厲害的人 就是瘦瘦弱的都很多 需要那麼多警察出去呢 就是浪費了 我覺得浪費了 浪費了 譬如現在看到很簡單 我講回這件事 有冰樽的 那些警察都可以不開 檔案去查 基本上你找到吸食工具 就可以抓 當然有人就說 業主說我不控告他 什麼都不控告 我在你單位找到 我控告你 是你控不控的嗎 現在你找到律政司處 神經病的嗎 現在是我控告你 我管你誰 你自己上去和法庭解釋 關於什麼事 我執法的 我在你單位找到吸食工具 我告訴你誰 誰回答我 我會去查 但現在我就有嫌疑 拘捕你 就是這樣 但業主是行基 那些 blblbl地產 甜生地產 但就沒有人拘捕 是不是吸毒就大過天呢 已經是一件好不好的事情 為什麼警察都好像沒有去阻止 原來就 張開眼閉的 原來有些案就查得更耐力 有些案就查得更耐力 有些案就查得更耐力 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為什麼 甜生的就已經都是 手腳慢一點的 就是查得少一點的 不會查得更耐力的 其他人就查得更耐力一點的 是不是有錢收呢 還是誰給了錢去呢 那 如果有人賄賂了警隊 有人收買了警隊 或者跟警隊有利益輸送 這件事是很危險的 無論是政府也好 還是商家佬也好 這是很危險的事 警隊是公佈 是保護全香港市民 是保護香港基本法 必須擁護香港基本法 如果有人將它變成了一支私人部隊的話 那香港是什麼 香港還是什麼 香港警察是幫香港的治安 維護香港的防務 如果有一班人收買了香港警察 就變成了私人的軍隊 那香港還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 不要以為這個 哎 死小子 說一下 當被吸 頂多啊 就是那個警署而已 給了少少錢去 就叫他們不要查 不要那麼多聲音 有沒有那麼誇張啊 那你當然 你單純一點 一定不會那麼誇張 你可以想到那個世界很美好 什麼 梁智英不是那麼壞的 他可能 走錯了一步 就是要不要罵得那麼誇張 包容一下 其實你們不要罵得 梁特首那麼不堪 那你喜歡怎樣 我猜不到你 說真的 你喜歡當他是在世父親都可以 你就去拜他 關了什麼事 但是 香港警察就影響整個香港的人 如果警隊一個聲譽差了的話 你看看 現在很簡單 什麼都不會相信警隊 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不會去報警 為什麼不去報警 為什麼不去報警 我覺得警察根本幫不了我 為什麼有社會會這樣 就是 你有什麼事發生 罪案發生 你不是去報警 你只要找你那裡讀老母 你只要找議員幫 你只要找立法會幫 當然這些是蠢啦 找立法會議員幫 下日理萬機 天天都要談一下 什麼時候跟中央吃飯 什麼時候跟中央收錢 就算不吃飯 都在想怎樣出賣香港人 怎樣去賣港 怎樣去賣港 港買得呢 港豬不知道 怎麼會幫你呢 傻仔 你有親什麼跟你 真是瘋的 那不要找立法會議員 因為信不過 政黨都信不過 因為每個政黨 天天不是傾政改 天天是跟中央吃飯 問一下中央 講價 最厲害就是講價 以前是1億 現在講到2億 可能過兩三個禮拜 就加價4億 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就講價跟中央 天天就接電話 以為很勤力 接市民電話 原來是中聯辦主任 港澳辦主任 國家主席的電話 就跟他講 怎樣欺談這一票的錢 那不要信政黨 政黨個個都有利益 個個都守著錢 當然我沒有實質證據 但是天之地之 有很多人都知道 那別人不說我沒辦法 我逼不了別人的口說出來 但是這件事真的發生在香港 那香港市民是否還要信政黨 就自己想 警察信不信得過 自己也想 那是否都是想警察繼續這樣衰下去 我相信沒有人想的 我相信警隊也不想自己聲譽那麼差 其實真的好看一哥 曾偉紅很厲害胡短 是呀 我給你胡短 是呀你們沒有做錯 你覺得他沒有做錯 甚至大家警隊內部覺得沒有做錯 全香港市民都覺得你錯 你覺得自己不是狗 但事實上你是一隻狗 在狗裡不能再狗的小狗 就是這麼簡單 你可以說自己 我覺得自己國色天香 我覺得自己很瘦 但你整套突殺出來 你就繼續覺得 沒有人影響到你的 但是很簡單一句 一個政治都是那句 觀感就是現實 市民對你的觀感 就算你是多好 我覺得你差就是差 我下一次投票就不投給你 就算你做得多好 我對你差就是差 沒得改這件事 怎樣去做好呢 其實真的靠這次 這個新任的警察 一個了 上任的一個 做到現在警隊的風氣 甚至覺得你報案是你找麻煩 你報案是你搞事 好像那天聽癢醫說 誰要報警 誰要報警 報警有多出奇 你不是被我報的嗎 你警察不是幫市民的嗎 怎麼這麼大隻黑 誰要報警 誰要報警 報警就報警 不需要這麼大聲 不需要好像 你找我麻煩 誰要找我悔氣 你給別人的態度就是這樣 現在警察大了嗎 你是應該去問一下發生什麼事 不是好像兇了 進人家店 一拉到門 誰要報警 誰要報警 關你測事 誰要報警 只有兩個人 誰要報警 人家回答你回答你 誰要報警 不要這樣瘋 整個警隊風氣已經差到這樣 一哥在任內怎樣去調整這個風氣 以前那些人就笑鄧景成 是sorry sir 因為經常道歉 那個 記得當旺角警署呢 警察強姦了一個女生 一哥怎樣謙虛到 打個電話向人家道歉 這個你是會給我感覺到 原來警方不是跟我們對著幹的 是明白我們的心情 最大對比就是曾偉雄 在佔領區被人握了個球 還要說 下去就是這樣 喂 你是不是我們香港人來的 就算擺在哪個國家都說不通 希望警隊真的做一些有誠意的事 讓香港市民感受到 原來香港警隊是融入我們香港市民的 又或者讓我們覺得警隊警察都是人 你不要經常跟我說他們都是人來的 我感覺不到 我覺得他們特權階級 完全是特權階級 原來做錯事不用道歉的 做錯事說兩句 你們沒有做錯 那就沒有做錯了 那不需要有信仰 不需要祈禱 大家不需要去贖罪 你們沒有做錯 那就對的了 那我都希望 我以後的老闆 我以後的老師 我有什麼錯呢 你跟我講句 以後沒有做錯 那就行了 不要記過 不要記什麼缺點 跟我講句 你沒有做錯 那就行了 教壞孩子 不要這樣 我都祝福你 你晚年 安享晚年 健健康康 不要生癌症 因為 Keen說的 如果你做得不好 癌症會在你身上 不會吧 會不會 會不會 這句話 你一定会不會